慢慢罵不要伤害到别人 我们都非常欢迎您提供不同的意见 在聊天室里头 而曹星成以前在大家心里或是在眼里 都觉得是一个蛮尊敬的企业家 怎么这一回在现身 态度完全是180度的大转变 就连资深媒体人王显秋 他看了之后也吓了一大跳 他说原本令人尊敬的企业家 却叫人一块来抵制特定的新闻媒体 这对言论自由来讲 简直是在走回头路 曹星成先生回台湾来 把中华民国国籍找回来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是尊敬他 而且他也捐钱 希望台湾的这个民主运作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本来这件事是被尊敬的事情 但是这位企业家却选择 同时之间来羞辱媒体的记者 甚至叫大家去抵制某一个台 那对一个言论自由来讲 这只能是走回头路 监督是媒体的天职 为什么不能够问问题 而且今天在媒体朋友 很尊敬的前提之下 也许这个问题是 有这个跟他立场 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在这些问题的提问的前提 是尊重的 而且基于媒体的职责 曹星成先生 以他企业家这样的高度 实在是没有必要 用这种羞辱的言语 甚至去抵制某一家媒体 这样的感觉 只会让他觉得 这个歌曲整个做low了 其实曹星成 以前是一个 很令人敬重的企业家 可是没有想到 他最近的发言 他最近的举动 好像都是在帮政府壮大 政府的威权 并且他今天 公然的辱骂中天电视台 这完全是在削弱 我们台湾媒体监督的力道 我们也严重的 郑重的请曹星成先生 向媒体记者们 郑重来道歉 记者会叫记者招待会 人家都已经进到你的会场 你要嘛你在门口 你就先贴一张叫做 中天记者不准进入 结果今天人家提问 你却跟人家说 你是中天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那这已经超过了 所谓的一般 我们所谓媒体采访的 这个红线了 你已经让人家提问了 你不回答 你可以说我不回答 但你没有说 听到是中天 中天我就不回答 那这样已经是选择性的 去阻挠所谓的言论自由 后续他又对于 中天这个频道 去做很多的批评 去做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批判 这已经涉及了 所谓的公然侮辱 在记者节 对着一个 第一线的基层记者 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 我只能说 就是说 很有可能 未来在曹董所主持的 这个所谓的 不管是什么 乡野神射手 或是什么 黑熊部队等等 这一些人 很有可能会变成 所谓的抗中保台的 一言堂的军队 未来也许他们要执行的 就是把台湾 所有不同意见的人 全部消灭